8月26号 国庆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 山东省副省长任爱荣 江苏省副省长郭元强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杨进柏 河北省副省长夏延军 云南省副省长张国华 黑龙江省副省长程志明 介绍了六个新设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有关情况 王寿文说 此次在山东等六个省区设立新一批自贸试验区 目的是要通过在更大范围 更广领域 更多层次差别化探索 开展对比试验 互补试验 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更好服务于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 大家注意到 在山东江苏河北新设自贸试验区 这就意味着 我们 已将实现 我国沿海省份 自贸试验区的前覆盖 就所有沿海地区 都省区 都设立了自贸试验区 那么连点呈现 连线层面 形成地外开放的一个前沿地带 全方位发挥 沿海地区对腹地的辐射带动作用 更好的服务 落海内外联动 东西三项附近的 地外开放的整体 格局 王寿文介绍 在广西 云南 黑龙江新设自贸试验区 是中国首次在沿边地区布局自贸试验区 这将有利于通过改革创新 助推沿边开放 辐射带动 沿边发展 为中国进一步密切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 提升沿边地区开放开发水平 提供可复制 可借鉴的改革经验 这样的安排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布局 也能够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的建设 经济系统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东北重心 海洋强国 创新驱动 发展等等的一些国家的重大战略 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于2013年9月在上海设立 在随后的近6年里 通过几次扩围 形成了12个自贸区 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王寿文表示 现在已经设立的12个自贸试验区 对外资企业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 他们有制度方面的优势 包括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 比全国的对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要短 在投资环境方面 也比全国其他的地区更具有优势 由于自贸试验区的这些方面的开放的优势 制度的优势 环境方面的优势 因此这12个自贸试验区 在我们国家吸引外资里面 可以说是走在前列 外国投资者 包括欧美的投资者 都对自贸试验区的投资 非常感兴趣 2019年上半年 12个自贸试验区吸引外商实际投资 近700亿元人民币 占全国比重达14%左右 王寿文说 相信新社的6个自贸试验区 也会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新闻网客户端 新闻网客户端 新闻网客户端